从全球的形势来看的话 全球的形势还是很严峻 但相比讲我们国家 主要是来自外洲国家的压力比较大 国内的防控形势的话 应该说还是比较好 对中国来说 目前主要的还是外防输入 外防输入的话 一是防人二是防务 那么军口关给把住了以后 对于国内的老百姓来说 造成感染的机会相对来说 还是非常小 但同时也还是要注意防范 就像青岛这事发生以后 就提醒我们常态化防控 还是要坚持几项重要的措施 戴口罩 保持睡觉距离 勤洗手 居家长通风 那么这些措施 不仅对防新冠有效 对防止其他呼吸道传染病 也是非常有效 健康卫生系统的话 还是要加强监测 一旦有疫情 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 第一时间给扑灭 使得疫情即使发生了 也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